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你好 歡迎準時收看一言星邦 今天的盤氏怎麼觀察 現場邀請到兩位專家 首先是品封大中華頭顧蔡豐盛老師 歡迎您 明樂好 大家午安 第二位是廉潛文總顧問 歡迎您 各位投資者大家好 盤氏怎麼做觀察 我們先來請教蔡豐盛老師 好的 感謝明樂 各位在剛剛的一個盤中 蔡老師在YouTube上面上錄製的一個語音 跟我九點半講的 都事先跟各位說 今天的一個盤氏是跌不下去的 尾盤的一個判斷 小紅小黑的格局 真正要拉抬台灣股市創新高 明後兩天 各位 結果蔡老師在開車往電視台的途中 台灣股市已經直接創新高 各位 比想像中的還要來得強 那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東西就是我跟你講的 你可能沒注意到新台幣一直一直在升值 你可能不清楚一天到晚都在想台商回流 現在不管台商回不回流 應該是說一些特定的外資系統的資金 都大幅度而且持續性的在賄賂台灣 為什麼會這樣 我覺得訊號今天又在一步的一個確定了 等一下再跟各位講 但是回到了重點好了 昨天晚上蔡老師8點的節目 你有沒有收看 我相信大部分的投資朋友都有收看 因為包括法人都收看 所以收視率才這麼高 各位 蔡老師第65次受邀 每個禮拜二晚上8點 武器報新聞 我昨天講的內容已經放上 屏風大中華生活圈 你可以自己去看 我昨天講的內容是每股半導體設備股大放光芒 會帶動了相關個股商機探討 我跟你說台灣半導體協會又要開會了 明天10月31號在新竹的國賓飯店 9月18號的時候開國際半導體展在台灣開 讓台積電跟訊星大漲 因為產業面出現了變化 法人嗅到了什麼 這個訊號 各位是不是 蔡老師這些內容就不跟你贅述了 因為我已經放上網路了 你自己去看 放到屏風大中華賴生活圈 還沒加入的拿起手機打開LINE 加入好友按一下 官方推薦顯示全部按一下 接下來你打兩個字屏風你按加入 你就來到散戶守護者蔡豐盛老師 一直照顧你的屏風大中華賴生活圈 這個盤從上禮拜二到禮拜四連續四天創新高 禮拜一的盤回檔 昨天再創新高 今天禮拜三再創新高 幾乎蔡老師在講產業面 隔天或者當天通通創新高 為什麼會這樣 大筆的資金進來 不是在買主力股各位 買的都是產業股 所以說蔡老師講的東西 會讓很多法人來進來抬教 不然的話我問你 為什麼短時間內 蔡老師的鐵粉就超過三萬名 我給全球的鐵粉最大的溫暖 倒數第二天明天結案 你好好把握 回到了這個大盤 今天早上消息不好啊 蘋果疊對不對 蘋果為什麼疊 因為Google要切入運動的穿載裝置 健康監測 就像Apple Watch一樣 Google它也沒有漲啊 為什麼 因為Google轉投資 按照慣例全部都賠錢 Google只有它本業雲端在賺錢 其他都在賠錢 各位你知不知道 那美國股市還有什麼跌 來你看這裡 聯準會這一兩天會降息 但是他說降息之後 可能未來11月12月 可能不會再降息了 因為聯準會需要一定的時間來觀察 所以昨天的美股就跌了 當然最重要的美股跌是因為 蘋果的一個修正 我比較會追蹤 因為蘋果影響到台灣股市 就是電子股44%的一個漲升 各位對不對 但是不用怕 因為蔡老師專業操盤正面迎戰 所有的東西我都會幫你消化 今天大盤收盤 漲了46點 11380點再創新高 我們請導播打出來好了 剛剛已經看到收盤的一個指數了 又再創新高了 11380打出日K線 看看是不是29年來的新高 對嘛 11380最高 今天收在最高點 各位 戰略加戰術 你一定要完全的搞懂 老天爺才會給你好運氣 這個大盤首先淘汰的是看空的 全部陣亡 為什麼 因為資金來 大準在槓 所以看空的全部死掉 各位對不對 那你看台灣股市今天開盤 跌26點 最低嘛 對不對 蔡老師印出來來說正好漲一點 尾盤漲 46點 多漲了45點 很漂亮 上禮拜四 禮拜二 三四五連續四天創新高 禮拜一休息 昨天創新高 11373 你看 我在上節目之前 馬上改11376 加上11376 結果尾盤多漲4點 11380 結論是明天會如何 買氣之強超乎想像 蔡老師之前有設定一個短壓點 各位還沒到 所以說今天11380非常的健康啊 那明天會不會到 節目尺度不能夠跟你講 因為政策單位最好這個盤漲不停嘛 不僅要突破12682 還要來到13000 14000 15000 最好天天都大漲 但是會這樣子嗎 我不知道 反正我們一步一步轉就好了嘛 各位是不是 新台幣 如果我們所預估的突破30.515啦 今天已經突破30.5來到30.47 對不對 挑戰多少 30.5後面一個關卡就30了嘛 整數關卡嘛 各位是不是 關鍵在這裡 動作開始加溫了喔 美國啊 參議院通過了 挺台的一個什麼 一個 台北法案 這個台北法案啊 重不重要 台北法案重不重要 可能對美國很重要 但是對之前啊 已經把錢賄賂台灣 在做股票的外資系統 是啊 正面性的肯定 叫他們還要錢多多進來台灣 各位那你知不知道 台灣的一個國際地位 為什麼要變這麼的強 美國在後面當靠山嗎 你看後面要立法支持台灣 你看 對不對 為什麼新台幣漲不停 為什麼台股連續的加起來7天嘛 7天內6天創新高 都是29年的新高 所以啊 金管會顧主委講的台股走在對的道路上 是不是正確的 你還要啊 再去關心政治嗎 我相信大部分人看政治可能是在看笑話 好像在比爛的嘛 各位是不是沒意義嘛 各位來真正為自己的荷包打算一下 來 昨天蔡老師跟你講什麼 美股半導體設備股大放光芒 各位是不是帶動了相關個股 來 第一檔 不管今天台股的好壞 我們講產業面的不會去管這個台股好壞 更何況蔡老師 一致的強烈的跟你講這個盤漲不停 完全都正確 那再講到個股你看 昨天蔡老師晚上8點跟你講聯發科 聯發科明天還要發表演說 兩場演說嘛 台積電啊 董事長啊 他當主持人嘛 微軟副執行長演說一場 聯發科的執行長啊 蔡立行先生演講第二場嘛 聯發科 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講 你的老師知不知道都不知道 你看我們今天做股票我們要研究這麼深啊 你認為今天的聯發科會讓蔡老師啊 鬧開嗎各位 今天的聯發科果然再創新高 不管盤好不好喔 你看這就是聯發科的表現 創新高 明天挑戰400 台積電呢 挑戰300 最好台積電跟聯發科要強強聯手 這我昨天晚上的節目已經講過了嘛 連AMD都拋棄了格羅芳德來找台積電了 台積電更不能不挺聯發科 各位對不對 因為聯發科啊 真正的轉機出現啊 煎熬了三四年 股價啊 還跌破200塊來到199 氣炸啦 現階段整個的一個什麼 一個大復甦 來 聯發科 禮拜一10月28號就跟你講了 各位 昨天已經率先創新高395.5 今天398 好來 之前蔡老師已經啊 在節目上跟你講過三次 就聯發科 聯發科 聯發科 各位 這一些法人股 如果你都不懂的話 你要做什麼台灣股票 外資系統一進來台灣都好幾千億啊 買台積電買聯發科 正和他意 各位是不是 來 第二檔個股是什麼 雍智 老化測試版了 詳情不用再說了嘛 各位對不對 國際的一個封測啊 昨天有一檔個股漲了34% 那台灣的一個封裝測試啊 包括日月光投控啊 包括晶圓電 包括四個都沒有去 看看明天會不會反應 這一些都會連動了 那你看看 雍智科技昨天也創新高259.5% 今天254% 還有一檔聲揚辦 昨天講的8028 是不是 蔡老師禮拜一就跟你說了 77塊 當天拉到79% 昨天拉到818% 今天呢 10月30號 也是一樣 維持一個漲勢 不管盤漲不漲啊 所有這邊才會跟各位說 產業選股啊 獲利必然就是這樣 還有一個消息 6213的一個連貌 昨天公佈了第三季業績創新高 第四季會更好 公司派自己講的 不是法人自己猜的 法人持肯定態度 今天開盤前啊 兩個外資系統 其中一個是蔡老師啊 最認同的高盛 為什麼認同 因為他把蘋果看錯了喔 當然高盛還是有影響力啦 高盛他對連貌 還有其中一個外資法人 都持正面看法 但是連貌很奇怪 今天一開盤直接開D 然後籌碼被收走 如果是這樣的話代表什麼 這可能是公司派在吸收籌碼 這叫大量進貨 他不要玩短線 他要整個的一個運作 因為縱觀啊 CCL啊 不僅台要出事情 連連貌的一個什麼 連貌 法人調高目標價嘛 不僅台要出事情對不對 連連貌啊 在大陸的對手啊 股價也往下做修正 所以現階段得天獨厚啦 各位 台積電也得天獨厚 9月18號 國際半導體展 開始展開一波攻擊 10月17號 法說會 100億美元的資本設備支出 調高到150億 而且是今年啊 見效 漲漲漲 各位 明天又一個 台灣半導體協會 明天10月31號三部曲 各位 今天已經299.5了 會不會來到300塊 我相信啊 近在不言中啊 前進台灣最佳的標的 全球30強 要不要來挑戰成全球15強 股價拉到346 就擊敗三星了 就是全球15強啊 我們應該正面期待 各位對不對 因為蔡老師跟你講的台積電力多一大堆 5奈米4產 因為明年要量產嘛 傳出啊 良率追上7奈米 這個太了不起啦 各位 以往啊 台積電新製程啊 有時候沒辦法充分的反應在股價 是因為啊 他佔營收的部分啊 遲遲放不大 因為良率不好 7奈米啊 現階段佔整體營收已經高達26%了 沒有想到明年要量產的5奈米 聽說良率也這麼高 三星7奈米都做不到 要直接跳5奈米 我看三星氣炸啦 我看三星可能會馬上跳3奈米 因為三星愛面子嘛 各位對不對 所以跟他合作的全部啊 都吃虧 愛面子的全部都吃虧 我們要的是理智 各位對不對 台積電ADR同步創新高 是不是 蔡老師9月16號跟你講 9月18號的會議 領先跟你講 你看 國際半導體展 是不是9月18到20 跟你講就收費股台積電 各位是不是 當時261拉到265 iPhone賣的好收費的咧 來各位 台積電 鏡頭股 攝平股 電子股 全部都漲 所以說選好股好選股 股選好 得出的結論就是賺多或賺少而已 這個大盤 永遠充滿了很多賺錢的機會 重點是你夠專業嗎 不夠專業請讓專業的來 各位 產業選股戰勝你投資的恐懼 槍在手 怎麼樣賺大錢 跟著蔡老師走 慶祝LINE粉絲超過3萬名 給全球的鐵粉最大的溫暖 這個專案倒數第二天 明天要結案 好好把握諮詢專線 我們把時間交還給明樂 更多操作策略建議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請蔡老師幫大家進一步分析 歡迎回到言行幫 再把時間交給蔡老師 好的感謝明樂各位 近期很多的公司都密集的在公佈第三季的一個季報 剛剛在廣告當中 我們2409這個友達面板雙虎 也公佈了第三季的季報 賠不多 賠0.41元而已 這算是我覺得算是熟土有工 這友達老闆這彭先生也算是賠得很少 你比這個南韓熱金賠這一屁股 我們的友達算是很有堅韌度 所以友達繼續要加油 要等到整個產業好轉 慢慢的撩 不可以一邊撩那麼多 各位 同樣的產業面的東西 你如果想說這個盤子是政策做多選舉行情 我跟你講不要做了 因為各位你們在做什麼 選舉不是1月11號 各位你如果只是這麼短視盡力 各位不要做 台股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今天你看到美國 一個動作一個動作 你看到新台幣一直不停的升值 你就知道 這個東西好像中美貿易戰 關我們沒有什麼事 這蔡老師之前跟你講過了 去美化轉單 全部都在台灣這裡 不管哪哪N 受益的就是台灣 對不對 當然台灣要不要追上越南 這也不是我們能夠決定的 但是如果重新拱越的話 你看台灣股市一直在創新高 其他國際性的投資者 包括這一些國際性的一個私募基金 他就會嗅到味道 他想說 怎麼香港出事之後 台灣股市開始在上揚 各位對不對 人家會這樣去想 台灣有商機 各位對不對 再加上選舉快到了 你這樣把選舉加上這個 選舉就不用負擔那麼重了嘛 對不對 不要說選舉行情 一定要做多台股來賄賂股民 沒必要嘛 反正這個大勢所趨就好啦 是不是 那錢一進來 不會隨便亂射飛鏢嘛 會來看蔡老師的一個什麼 產業面選股 比法人還法人嗎 蔡老師堅守崗位兩年多啦 各位是不是 所以你看現階段股市創新高 蔡老師帶領全球的一個學員 包括投資朋友 你們應該很高興才對 各位 內容 昨天晚上的內容 自己去看 因為很專業 蔡老師不重複啦 講了十幾分鐘 你直接在屏風大中華裡面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三段的視頻 昨天講比較長 包括個股 屏風大中華在生活圈 你不要亂買 所有的個股進退要有距 我們剛剛陳述的這一些叫有所本 但是進退要有距 各位 你去看看支持蔡老師的一個專業 認同蔡老師的專業 其他的交給專業的來 屏風大中華在生活圈 持續帶領 賞物投資朋友持續賺下去 倒數兩天最大的溫暖即將結案 你好好把握 戰勝恐懼的秘訣是什麼 產業選股獲利必然 這永遠不會改變 各位 鴻海今天為什麼不會漲 大力光都拉尾盤 大力光拉尾盤 我昨天已經跟你講過了 因為玉金光定價已經完畢了 355塊 所以說如果他定完價昨天都不跌 玉金光已經止跌了 各位有沒有 那就輪到大力光要漲 所以大力光跟玉金光 這時候盡頭股就要補漲了 各位我昨天是不是這樣跟你講 那鴻海為什麼不漲 因為鴻海能漲也是奇蹟 你說鴻海從71塊漲到81塊漲很多 你怎麼不去看看FII漲翻 你看今天FII也不漲 鴻海怎麼漲 我說FII漲幅大概乘以0.5 或者乘以3 0.3 不是1 3跟1 2 鴻海絕對不會漲幅超過FII 因為現階段法人都在看FII 不會再看鴻海了 你今天要買鴻海 你來買他的訊心 漲得賺得更多 各位是不是 蔡老師跟你講N變了 110塊漲到182 真鼎116漲到151 是不是 正威34塊漲到48塊 他弟弟的公司有沒有 金鼎設備股112漲到167 今天還在創新高 今天早上的美國的設備股 包括應用材料 包括蝸蕾蝸零 全部都在做回檔 當然漲都回檔也正常 但是很奇怪 我們國內的金鼎就是再創新高 漸回不回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不會這樣 這就是蔡老師跟你說的 你要投資鴻海的一個角度 你來投資他的子公司就好了 賺得比鴻海多 各位國劇 今天也有拉台了 各位持續的走洋 從203蔡老師跟你講 散戶你的春天來 你從1300塊包到200塊 你認清楚了吧 各位 不要一天到晚去追高 蔡老師什麼動作 你跟著來就對了 轉機核債 8月28號破200塊嗎 還是展開填席 我說拯救國劇大作戰 各位是不是 國劇開始起漲 從1300跌到200塊 你看多可惡 你看一千一一千二一千三 多少人在講國劇 每日一國劇 比蘋果還重要 人家說每日一蘋果 醫生遠離我 你每天一國劇 獲利遠離你 你看你當初買在一千多塊的國劇 是賠死 各位 現階讓我救你 你要不要好好把握 我不只救國劇 我跟你講其實是華新科 你先帶國劇 各位是不是 華新科今天漲勢也比較強 你說華新科老師 這個股本 包括價格太高 那我也跟你講 那你不用買華新科 你買什麼漢語博德 5469漢語博德 之前衝到47 壓縮了5天 今天又往上漲 5469的漢語博德 今天最高漲到46塊 我們請導播打出來 5469的漢語博德 今天是不是拉得比較 仰角上攻最高 45.95 明天再漲 一塊錢就收復了47塊 再繼續走仰 各位 美律 昨天跟你說過 法人看法又分歧了 原則上下黨無多 上黨看人家怎麼看 為什麼 200跟173164有什麼差 我實在搞不清楚 173164為什麼法人會看空他 自由新政 看你怎麼想 就像 智邦一樣 昨天殺低 為什麼 因為投信在換股 今天 跌不下去 為什麼 為什麼智邦跌不下去 不是產業面的問題 是投信在換股嗎 11月8號 法人看好 智邦 圍影 系列 季度調整 會入選 MSCI 新的成分股 怎麼 昨天感覺啊 迷迷糊糊的一個有利空 怎麼今天又好像有利多 為什麼會這樣 這就是股市 充滿了太多太多不可考的變數 所以你要賺到錢 各位 跟專業的走 各位 我冒 昨天殺低 今天微幅的漲3塊 我冒這一檔個股 蔡老師已經跟你講恩變了 從151 一路講講講講 講到340 對不對 我冒洪捷科 重點是昨天一個消息 華為要自行研發PA晶片 這個就會殺傷到文貌 他要交給三鞍光電旗下的三鞍集成 來做一個代工 後世的發展 各位多看看多聽聽 一定有好處 TPK 各位啊 近期待長什麼 工研院有講 折疊手機原先 預估500支還要來的少 今年只有140萬支 明年呢 520萬支 2025年可望5000萬支 所以說是一個什麼 未來市 所以蔡老師跟你講 包括AMD的一個逆襲也一樣 台股走在對的一個道路上 我希望各位產業選股 才能戰勝你現階段投資的恐懼 槍在手 錢在你的手 要怎麼賺大錢 跟著蔡老師來佈局 感謝各位 蔡老師的LINE粉絲團 超過3萬名 給全球的鐵粉最大的溫暖 這個專案 明天就結案 倒數第二天 好好把握諮詢專線 我們把時間交還給明樂 感謝分析也提醒您 節目中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還是要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風險 祝您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雷." 《雷》